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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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只推介股份是江苏宁湖高速功劳177 选选原因是公司已经发出了营起 与期2021年度股东应占入利 介乎41亿8千万至44亿8千万人民币 增长7成至8成2 而扣除非精神性的选益价股东应占入利 介乎37亿7千万至40亿7千万 增长6成1至7成4 迎起对股价带来支持 市场看法上 江苏宁湖2021年的盈利大增 主要是因为2020年度的基数较低 当年因为疫情爆发 内地交通运输部在2月17至5月5日 推出了收费公路车辆免收通行费的特殊安排 导致集团期间的收入大幅减少 随着疫情受控 这一项的特殊安排被取消 公路重新收取通行费 集团公路收入早已回复正常 江苏宁湖的公路业务提供稳定现金流 令集团能够维持高比例和稳定的派息政策 过去10年的每股派息金额未曾减少过 最近3年批息金额维持在每股4.6 就算2020年因为受累于免收通行费特殊安排 以导致盈利大跌4.1 亦未有减少派息 反应集团致力保持稳定的派息政策 至于2021年 彭博综合券商的预测 江苏宁湖每股派息是4.7300 现价相当于预测股息率是7.1 策略建议上江苏宁湖收报8.1.2 建议8元买入 目标是10元 只蚀位是7.2 第二个精选港股是宏里945 在香港作第二上市 加拿大股指权重金融股宏宏里 将在星期四公布2021年度的全年业绩 由于北美业务占比不小 预料在美国快将展开的加息周期当中受惠不淺 宏里在2020年业绩受到负油价的冲击 但油价在去年已在现强势 预料有利宏里2021年以至往后的业绩 2022年预测股息率大约是5.1的宏里 现价股值极为吸引 加上公司将有望展开回购计划 进一步支持股价 值得读者看机会作长线收息买入 由去年12月中 英文银行开始加息 以及联储局加息预期提升开始 暂时有10间券商 给予宏里最新的目标价 最新的目标价 最新的目标价平均值是195.83 较宏里上星期收市价高出大约2.1 策略上初步目标是178元 之后是195元 看看美股方面 Meta Platforms 业绩差过市场预期 股价洗仓息下涉 是否仍值得投资 公司管理层预期 2022年第一季收入270亿美元 至290亿美元 按年增长只有3%至11% 主要是继续受到广告印象和价格增长的影响 至于元宇宙方面 Meta Platforms 开完发布会后 表示将会大力发展元宇宙 但就不见到在这方面加大资本开支 属于元宇宙的Reality Labs 表明不会有大幅投入 这一点相信亦令市场失望 显示所谓的元宇宙计划 雷声大雨点少 说到投资 公司去年的雇员人数 岸年上升了2.3% 达到72,000人 大幅增加人手 在元宇宙又不加大资本开支 应该是请了更多人做本业 即是社交媒体 但表现令人失望 投资者应该多加警惕 Meta Platforms 现在的PE 大概是17倍左右 已经跌到2018年底的水平 会是一个机会 还是要走呢? 我们的报章就是建议 未买的先官网 有货的再跌的话 也要减一减